从音乐中寻找自我在舞台中不断突破 这将为是天字的声音第三季第二期又和大家见面了 这一期节目由周五晚十点改为了周六晚八点二十 不再熬夜守候 这也是一种幸福吧 第一组上场的是梁龙和西琳娜一高 梁龙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相信不少人从闪光的乐队那档节目上看到过她的精彩表演了 肖这首歌听起来很带感 这首歌在网络上传唱度很高 两个人的改编非常具有特色 你能从她的歌曲中听到那份特别吗 梁龙与西琳娜一高大胆将肖改编成摇滚版本 快一江湖的国风与魔幻现实的摇滚碰撞融合 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精彩舞台 西琳娜一高更是享受舞台释放天性 黑化成为东北摇滚霸王花 并周深赞不绝口大呼好嗨 两个人合作完成之后都选择了周深 没想到胡海泉老师直接抢了西琳娜一高 而周深老师选择的正好是梁龙老师 相信两个人的表演一定会相当的精彩 阿云嘎和金润吉合作带来的歌曲是兄弟 一首热血满满充满温情的歌 这就是兄弟之间的感情吧 阿云嘎实力全是音乐剧 不只有古典和美声 两人带来的默契配合让剑影团纷纷表示 没有任何缺点 最终张绍涵与金润吉组成音乐大档 第三组上场的是苏剑信与康姆士乐队 《玫瑰切贼》这首歌苏剑信发挥得很好 一向以高音剑长的他让人感受到了音乐中柔情的一面 第二期节目最期待的就是梁龙老师与周深的合作 对于上一期拿到金曲的周深来说 这次又将音乐玩出了新画样 两个人带来了一首方言版的《算你很》 两人也是玩嗨了 感觉两人搭配 确实是带来了很多惊喜 方言版都加入了 还有rap 还有独特的唱腔 加上梁龙的独特 注定是一首超级棒的歌曲 热闹 有趣 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的感觉 起起伏伏 让人留恋 尤其是深深的表现 那完全可以用颠覆这个词来形容 尤其是唱到了一杯二锅头那句歌词 周深唱得太嗨了 完全的放飞了自我 对于这首歌的表现 他俩喝了不知道多少 但是对于我来说 真是听得有点上头了 玩到极致就是潮流 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吧 每一次舞台都有新的挑战 周深尝试了一次全新的舞台 又一次赢得众多网友和粉丝的赞叹 天字的声音周深 梁龙方言版算你很 放飞自我 期待更多可能 哪首歌让你印象深刻呢 酒 结什么仇 喝一杯请你走 五夜过后 酒吧门口 酒吧门口 我走了一遍 算我笨 乱不乱懂的American 只会是那情 我没有不乱我 吃一杯 我们再次一杯 喝一杯 感谢观看